大家好,全世界使用中文的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是2020年的11月29号 这个现在是下午的中午吧 1点02分啊 这个接着聊历史上的今天啊 刚才聊了1899年啊 瑞士企业家胡安甘博 创立了世界上最成功的 这个最受欢迎的巴萨罗那足球俱乐部啊 FCB 那么接下来1909年 俄国的小说家高尔基 以这个小资产阶级的享乐主义的罪名 被革命党开除了党籍啊 1911年啊 辛亥革命那一年 外蒙古这个伯克多葛根宣布 外蒙古独立 伯克多葛根 伯克多就是伯格达 新疆有个山天山不叫伯格达雪山吗 伯格达就是天啊 葛根葛根就是活佛啊 天活佛 宣布外蒙古独立啊 也有的说是折布尊丹巴啊 反正不管是谁吧 就是以活佛为最高权力象征的外蒙古 宣布独立啊 外蒙古实际上是蒙古族的一部分 他不是所有的蒙古人 他是哈哈蒙古 或者叫喀尔喀蒙古 他是分成四部 四个大部落 这个原来是三个 后来其中的吐械图汉部太大了 雍正皇帝害怕了 叫众箭以分骑士 把这行政单位或者军事组织给你匹开 给你分开 让你的力量分散 后来从里边分出来一个赛因诺言汉部 赛因好的吉祥的诺言 诺言是贵族啊 赛因诺言汉部 另外东边叫车臣汉部 西边叫扎萨克图汉部 这是外蒙古啊 我认识一个 这个外蒙古的蒙古国的研究生 就是赛因诺言汉部的 在清华大学 这个读研究生的啊 他租了我哥们的房子 我哥们在西三岐 那个安宁庄东路是西路啊 有一套房子 这个1929年 美国海军中校 瑞查德博德 里查德博德 首次飞越南极啊 1929年 1940年的11月29号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啊 Second World War 纳粹德国的飞机 开始轰炸伦敦 好像有个电影 叫伦敦上空的鹰 是吧 这叫不列颠空战 当时 这个 纳粹德国的空军 后来还是 盯不住了啊 格林 吹牛大王 哎 哎 抱歉 打喷嚏了啊 西班牙人打喷嚏之后就说 Saron 相当于我们说的长命百岁啊 1940年 同样是1940年10月29号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中央组 中央组织 叫光复军总司令部 从西安 从重庆转移到西安 其政府职员在1945年的3月 达到109人 这个 你看金日成吗 金日成是共产党这边的 他在吉林上过学 也在吉林打过游击 跟东北抗联在一块 同样的 韩国被日本占领之后 有一部分人 也借助于蒋委员长的 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的势力 这个当时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领导人 比较有名的叫金九 这个1234那个九 他们搞过临时政府 甚至可能也搞过小规模的武装力量 1942年 波士顿夜总会大火 300人丧生 300人啊 死于一场大火 这个波士顿啊 美国历史名城啊 很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波士顿 波士顿如果我没记错 是马省吗 马萨诸塞州吗 1944年阿尔巴尼亚全国解放了 Laboration啊 阿尔巴尼亚呢 占领阿尔巴尼亚的二战期间的主要是 是意大利军队 是莫索里尼的军队啊 1945年的11月29号 那么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以铁托为首的啊 包括有副手 有什么兰克维奇之类的 那么南斯拉夫是有六个共和国吧 本来铁托有意思 把保加利亚也吞进来 苏联不干 因为加上保加利亚之后 那铁托的势力就太大了 因为铁托认为 你既然叫南斯拉夫 顾名思义吧 南部斯拉夫 南部斯拉夫 保加利亚人 也算南部斯拉夫人啊 对吧 那斯大林不干 那么南斯拉夫应该有塞尔维亚 有斯洛文尼亚 克罗地亚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 有马其顿和黑山 是六个共和国 然后呢 在这当中塞尔维亚最大 塞尔维亚呢 南部有一个科索沃自治省 科索沃自治省现在叫国家了 是吧 这个首府是叫普里什地大吗 是吧 然后北部 这个科索沃自治省主要是 阿尔巴尼亚人比较多 穆斯林啊 信仰伊斯兰教的 随着土耳其人来了之后 信仰伊斯兰的 北部还有一个自治省 叫福伊福丁纳 那个首府叫诺维萨德 那是匈牙利族人比较多 那么1947年联合国大会 通过第181号决议 将巴勒斯坦地区分为一个犹太人国家和一个阿拉伯人国家 这就是这个叫巴以分治 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分治 这也是国际上人类历史上首次给一个犹太人的现代国家给了一个合法地位 相当于给了一个准生证 准生证啊 那么1948年 这个PLA People's Laboration Army 中国人民解放军啊 包围了由中华民国国军 驻房的河北省的张家口 其实当时应该叫查哈尔省吧 查哈尔省的张家口 他说的不一定确切 平津战役爆发了 这个包围张家口 当时的国军主要是傅作义 傅作义的禁随军 这个序列叫国军的华北剿总 华北剿匪总司令部 傅作义的军队最有战斗力的叫 我想想叫35军 35军的军长不是安春山 叫什么名字 我现在忘掉了 主要的战役是新保安 把他35军给歼灭了 那是傅作义的起家的老本钱 他的基本部队 1951年 这个人叫平春哈旺 发动了叫宁静政变 解散了原来的叫 鸾批问宋刊政府 终止1949年的宪法 那么恢复1932年宪法 鸾批问宋刊 再次被推举为泰国总理 维持军事独裁统治 1951年 美国进行了第一次地下原子弹爆炸实验 第一次地下核爆 核实验是在美国 1953年 法国的散兵部队在老窝边界着陆 跳伞啊 可能后来打了一个著名的战役 叫电边斧 电边斧就在越南的西北部 离老窝边界很近 这个二战之后 法国试图恢复 在法属印度之那 这个越老窄 越南老温柬埔寨的旧势力 旧的版图 但是 苏共 中共 以及当地的共产党 胡志明 不同意 于是爆发了战争 最后 法国人败退 那么接替法国人的是美国人 美国人扶植的是南越 那么1960年 德国的科学家叫马勒丁斯特雷 和美国的科学家 罗伯特 伯恩斯 伍德沃德 成功合成了叶绿素 哦 这个不错啊 1961年 中国 北越 和朝鲜 因阿尔巴尼亚问题 与苏联公开决裂 当时看来 中国 这个北越 胡志明 还有金日成的朝鲜 因为阿尔巴尼亚问题 和苏联翻脸了 这三个国家的核心是中国 是吧 因为中国的东北 挨着北朝 挨着北朝鲜 中国的这个华南 广西 云南 这个接壤的是越南 以中国为核心 构建了一个短暂的 反苏小集团 在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 也就是东方阵营 那么 这是61年 63年 林登约翰逊总统 下令成立沃伦委员会 这个沃伦可能是一个特别检察官的名字啊 那么调查肯尼迪遇刺事件 同样是1963年的11月29日 还加拿大航空 831号搬机空难 应该死了不少人啊 然后1967年南野门人民共和国成立 南野门 北野门 南野门首都是亚丁 亚丁是个港口 北野门是一个山城 首都是萨纳 在内地 一个叫南野门 也叫民主野门 这个北野门 也叫阿拉伯野门 这两个野门 一个苏联支持 一个美国支持 打过很多年的内战 后来统一成一个国家 在这个统一成一个国家之后 内部又分好几派 有什么国王派 有什么共和派 有中国支持的 有美国支持的 有苏联支持的 有打了很多的战争 野门这个地方也不太平 我在北京接触过一些野门人 他们是来这边做生意的 他们有的时候光着脚 有的时候穿一个拖鞋 也不穿袜子 这真正的纯的 原始的 比较纯粹的正宗的阿拉伯人 就是野门那一带 南方阿拉伯人 南阿拉伯人叫盖哈唐人 这个北方阿拉伯人 有些原来不是阿拉伯人 是阿拉伯化的阿拉伯人 1972年 美国电脑公司叫亚达利 发表了叫 这个街机游戏 叫PAM 为首个 在电子游戏机市场 获得成功的游戏作品 1973年 日本雄本的大洋百货公司 发生大火 100多人丧生 同样是1973年 中国的甘肃 发现完整的剑齿像的化石 1975年 比尔盖茨 比尔盖茨 75年 与这个保罗爱伦 将他们共同 创立的公司 命名为微软 叫微软 就Microsoft 1975年 中国第一次回收卫星成功 这颗卫星是同年的 10月26号发射的 26 27 28 29 4天 这颗卫星应该叫东方红一号 是这个全国很多航空航天 航天系统的这个工厂研究所 这个合作生产出来的 最主体的部分 叫承担这个任务的是要北京卫星制造厂 在海淀区知春路 那个卫星制造厂里边的幼儿园 买过我的东西 好吧 谢谢朋友们啊 聊这一小段啊 谢谢